新冠肺炎蔓延全球 各地民眾趕急抗疫 六位嫁到世界邊端的人妻 身處異地 如何面對這次疫情 法國確診數字已經超過12000宗 官員和議員都有受感染 政府宣布無限期停貨 住在里岸的人妻小雲 來到巴黎 法國面目全非 名店的門口 平時有很多很多遊客 會在排隊買袋 但今天幾乎沒有 就是這樣 街上幾乎沒有人戴口罩 不僅街上行人和名店職員 就連地鐵裏面都一樣沒有人戴 不過小雲說 向來熱情的法國人 見面已經少了石面和握手 在旁邊的德國 確診病例已經突破2萬宗 為了防止病毒擴散 已經關閉和法國、瑞士等等的摺陽邊境 連娛樂場所和教堂都要關閉 不過當地人砌咖啡就說 本地人對德國的醫療很有信心 社交活動沒有因為疫情而減低 咖啡和老公有去超市看過 買到正常有貨的 吃字都還有我 但你卻沒有西人 真的沒有人 很變態 兩夫妻有心準備長期抗戰 所以決定儲糧 裝滿整個雪櫃 他們還擔心沒有菜食 自己在家裡醃了 蛋藥爆棚 至於波蘭 雖然只有四百多宗 但中招的包括環境部長和武裝部隊總司令 有戴口罩的亞洲人都被歧視 被人嘔打和吐口水 因為波蘭人說 只有病患者戴口罩才有用 我現在就看看 那些人看到我會否有反應 家盈在街頭周圍走 又在巴士站坐下等車 還去到火車站 慶幸沒有什麼事發生 雖然當地沒有人戴口罩防疫 但防疫物資很缺貨 而口罩價錢更加是天價 由一月中大概是24港幣 有一盒50隻 到現在的口罩 可能要十幾二十元一個口罩 去到以色列 暫時有超過800宗個案 連星城耶路撒冷都有人確診 當地人妻Mion 和兩個女兒去藥房看看有沒有口罩賣 店員哥哥很快手拿了整盒出來 但誰知道原來是逐個計 現在彤彤去買口罩 每一個大約七元港幣一個 暫時我們還是有口罩賣的 生活方面 當地暫時沒有停貨或是Home Office 不過小部分擔心疫情的家長 就自動幫子女停學 有沒有人沒有上學 這是Corona 有一點 有多少個沒有上學 一個漂亮 土耳其確診案例也超過600宗 拜市面上算平靜 土耳其人妻時事 每星期都會去的市場 運作如常 但他就有點擔心 有些壓力 因為人人又忙 我又忙 剛才買金的時候 當主還在咳嗽 所以很害怕 任職老師的事事 學校學生甚至老師 都完全沒有戴口罩 所以他主動地教小朋友 徹底清潔雙手 20秒 1 1 2 隨著疫情擴散 教育局由星期一起 宣布全國學校停貨兩週 至於非洲的尼日利亞 疫情輕微很多 確診個案只是十幾宗 不過當地政府已經宣布 禁止13個國家人士入境 包括中、美、鷹 香港人妻Serena 和女女Sonia 帶我們去商場 發現他們有提供消毒搓手液 不過自己買的話就難一點 口罩已經買完了 現在就看看有沒有搓手液 我們在裡面看看 不過有貨 貴了 貴了 一倍 要負貴了 不過當地人竟然說沒有有怕 你是怕或擔心 在奈芝士嗎 不 為什麼不 我覺得 African gene很強 不過對抗病毒 絕對不可以單靠基因 更要靠保持衛生和治律 無論在世界哪一個邊端 都一定要堅持下去 別鬆懈